第四章 人体骨骼生长发育的生物力学 通过学习本章 读者可以解释骨骼的组成成分和结构组织 如何影响其机械载荷的能力 描述骨骼正常生长和成熟过程 描述运动和矢量对骨矿化的影响 解释骨质疏松症的重要性 并讨论目前的预防理论 解释不同形式的机械负荷 和常见骨损伤之间的关系 解释骨骼核实生长的因素有哪些 硬力性骨折是如何发生的 为什么太空旅行会导致宇航员骨密度降低 什么是骨质疏松 如何预防 人体骨骼是一种积极动态的组织 能通过作用在其上的力 不断地塑形和重塑 骨骼为人类实现了两个重要的机械功能 一提供了一个坚固的骨架 支撑和保护其他身体组织 二形成一个刚性的杠杆系统 可以通过附着的肌肉产生力量 发生位移 本章讨论骨的组成和结构方面的生物力学 骨骼的生长发育 骨骼对压力产生的反应 骨质疏松和常见的骨损伤的反应 骨的组成和结构 骨的组成成分和结构组织 会影响骨应对机械负荷的方式 由于其特殊的组成和结构 相对于其较轻的重量 其强度是非常大的 组成成分 骨骼主要有碳酸钙 磷酸钙 胶原蛋白和水组成 这些物质的相对比例 随着骨骼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不同 碳酸钙和磷酸钙 通常占骨重量的60%至70% 这些矿物质符合于骨骼刚度 并且其抗压强度的主要决定因素 其他矿物质 包括鎂、钠和浮物质 在骨骼生长和发育中 也具有重要的参与构成和代谢作用 胶原蛋白是一种蛋白质 可为骨骼提供柔韧性 并有助于提高其抗拉强度 骨的含水量 占骨总中的25%至30% 骨组织中存在的水 是骨强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研究不同类型骨组织材料特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必须确保他们测试的骨样本不会脱水 骨骼的液态水 也负责将营养物质运输给矿化 骨机制内的活骨细胞 并且带走代谢废物 此外 水将矿物是输送到骨骼和从骨骼带走 以此储存并在需要时 供身体组织使用 结构构成 骨矿化的相对比例 不仅随个体的年龄而变化 在体内不同部位的骨骼上 也有所不同 有些骨骼比其他骨骼更多孔 骨孔越多 磷酸钙和碳酸钙的比例越小 非矿化组织的比例越大 骨组织根据孔系分为两类 图4-1 如果孔虚率低 非矿化组织占骨体积的5%至30% 这该组织称为皮质骨 而具有相对高的孔系率 非矿化组织占身体体积的30% 至大于90%的骨组织 被称为海绵状骨 松脂骨或小梁骨 小梁骨有蜂窝结构 有矿化的垂直和水平条状结构 这些结构称为骨小梁 其中充满着骨髓和脂肪细胞 骨的孔系率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参数 它直接影响骨组织的机械特性 由于其较高的矿物质含量 皮质骨往往较硬 可以承受较大的压力 但比小梁骨承受的硬变和相对形变小 因为小梁骨比皮质骨松软 所以在碎裂之前可以承受更大的硬变 特定的骨骼功能决定了它的结构 长骨的骨干由坚硬的皮质骨组成 而椎骨相对较高的骨小梁含量 有助于增加其减震能力 皮质骨和小梁骨均有各项意向 也就是说 它们对不同方向施加的力反应不同 它们会表现出不同的强度和刚度 骨骼的抗压能力最强 抗减切力最弱 骨的类型 人体有206块骨的不同的结构和形状 使得它们能够各自实现特定的功能 骨骼系统名义上 可以细分为中心和中轴骨和外周或副支骨 中轴骨是指形成身体轴线的骨骼 如颅骨、椎骨、胸骨和肋骨 位于身体四肢的骨成为副支骨 根据骨的形状和功能分为 短骨 形状近似立方体 仅包括腕骨和腹骨 这些骨骼能够提供有限的滑行运动 并起着浅震的作用 扁骨 形状如同齐鸣 这些骨能够保护位于旗下方的器官 和软组织 并为肌肉和韧带提供较大的附着面积 扁骨包括肩胛骨、胸骨、肋骨、病骨和部分颅骨 不规则骨的形状不规则 从而实现人体的一些特殊功能 例如 椎骨为脊髓提供骨性保护隧道 提供肌肉和韧带的附着点 并支撑其上部的身体重量 可使驱干在三个解剖平面上活动 不规则骨还包括 脊骨、尾骨和上颌骨 肠骨主要分布在四肢 它们包含由皮质骨构成的 肠的大致圆柱形的轴 除了骨干或骨体 以及被称为磕、结结或隆起的球状末端 能自我润滑的关节软骨 生长在肠骨的末端 保护肠骨 免于在其他骨的接触点处磨损 肠骨还包括 捍卫随腔或者随管的中空区域 肠骨的尺寸和重量 使其能够胜任特定的生物力学功能 颈骨和骨骨大且坚硬 可以支撑身体的重量 上肢的肠骨包括 肱骨、绕骨和齿骨 小血清便于移动 锁骨、肥骨、褶骨、长骨 和直骨也是肠骨 骨的生长和发育 骨骨生长在胎儿发育的早期 便开始启动 活的骨组织在生命周期内 其组成和结构会不断变化 这些变化中的很大一部分 象征了骨骨的正常生长和成熟 增长 骨的长度增长基于骨垢或垢板 骨垢通常位于长骨的两端 骨垢朝向骨干的区域 持续产生新的成骨细胞 在青春期或者成人早期 构板消失或者溶解 骨的增长就停止了 大多数的骨垢在18岁左右闭合 当然也有部分持续到25岁左右 增粗 虽然骨的快速增长过程在成年之前 但长骨的增粗会贯穿整个生命周期 骨膜的内层形成成骨细胞层 新的骨组织覆盖在现有组织的顶部 同时骨髓向周围发生骨的吸收和消除 因此骨髓间的直径不断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 骨的弯曲硬力和扭转硬力保持恒定不变 这边发生骨的大小和形状上的改变 这细胞称为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 它们以各自的方式进行骨的组成和吸收 在健康的成年人中 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活动 保持一定的平衡状态 成年人骨的发育 随着年龄的增长 胶原蛋白逐渐流失 骨的脆性增加 因此儿童的骨质相对于成人来说更加柔韧 骨质的积累 贯穿整个儿童期和青春期 最大的增长发生在青少年发育斗增 6个月后 超过50%的骨骼体积和密度构建于青春期 女性大概在33至40岁 男性在19至33岁 骨量达到高峰 并且保持这样的水平10到20年 随着年龄增长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骨的密度和强度都不断下降 包括随着骨质流失 增加和恐虚率增加 导致骨在硬力和韧性上的逐渐下降 小梁骨柔其受到影响 随着骨小梁的逐渐断裂和瓦解 骨组织的完整性受到破坏 骨强度严重下降 相较于男性 这些变化在女性中更为显著 随着年龄的增长 皮质骨的体积和密度明显下降 骨小梁的密度也出现下降 随着更年期的到来 骨质流失会显著地上升 但是在更加年老之前 这样的变化不会非常的显著 女性在任何年龄段 骨都比男性小 且皮质骨少 但骨质成分相似 压力对骨的影响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 出现的其他骨变化 与骨的正常生长和发育无关 骨会随着不同的粒的出现和消失 而发生大小 形状 密度的动态变化 这个现象 首先在1982年 被德国科学家发现 骨形成的方式是特定的 骨质向功能性粒的方向 进行沉积和位移 骨质的增加和减少 是由力的总量决定的 骨的塑形和重塑 关于Wolf定律 除了密度发生改变 人类的形状和大小 是骨上的机械硬力的大小 和方向的作用结果 骨承受的生物机械硬力 引起骨的变形 成竹越大 产生的张力级别越高 这些张力产生的骨的形状 和大小的变化 是通过重塑这个过程来实现的 重塑包括对疲劳损伤的 旧骨的重吸收 即随后形成新骨 骨的塑形定义为新骨的形成 而不是骨的再吸收 是未成型的骨的生长过程 根据Wolf定律 成人骨的质量增加和减少 是协调的结果 当骨承受变形力 或者弯曲力的时候 会产生张力 新骨在这个张力点上产生 同时骨质和骨的密度 都随之增加 随着更大 或者更频繁的张力产生 骨量增加 重塑包括维持模式 骨量没有变化 或者停止使用模式 以随向空洞的增大 和皮质骨变薄 微特征的骨量大量丢失 骨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组织 塑形和重塑 就是骨组织增加 减少 再形成的过程 塑形和重塑的过程 被骨细胞控制着 骨中的细胞 容易因穿过气孔 间隙的液体流动的变化 而变化 这些气孔 是骨上的张力所产生的 高强度的冲击力 产生高效的形变 从而产生动态载荷 这大大推动了 液体在骨组织中的流动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能产生高强度冲击力的运动 最有利于骨组织形成 随着液体在骨组织中的流动 产生了相应的 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 重新形成和吸收骨 成骨细胞活跃的一个优势 是有助于骨的塑形 骨量增加 骨的重塑是成骨细胞 和破骨细胞活动的动态平衡 这关系到骨量的维持和丢失 每年大约25%的骨小梁 通过这种方式重建 像每天30到60分钟 步行之类的活动产生的力 足够驱使骨转换和新骨的形成 在儿童和成人中 骨质和骨强度的变化 受作用于骨骼的张力影响 因为身体的自身重量 维持了骨恒定的张力 骨质含量 通常与身体体重相对应 体重越大的个体 有越多的骨量 由于缺乏一定的锻炼 成年人体重的增加和减少 可引起骨密度的增加和减少 然而 既定个体的身体活动形式 饮食 生活习惯和基因 也会显著地影响骨密度 正如经瘦体型 肌肉的强度 及参加负重运动的频率等因素 已经被证明 能够显著地影响骨密度 而不是体重 身高或者种族 以证明 反复的跳跃活动 有助于儿童增加骨密度 和改善骨的构成 骨过度肥大 在对日常的物理活动的应答中 有许多骨硬力塑形 或者骨过度肥大的案例 经常进行活动的人 骨壳密度往往较大 因此也会比相同年龄和性别 却习惯久做的人 有更多矿物质的积累 及更强壮的骨质 然而 一些研究结果表明 这些活动对于身体某一肢体 或者某一部位产生压力的运动 会使这个肢体或部位的骨壳肥大 例如 职业网球运动员 不仅仅是打网球那个手臂的肌肉增大 手臂半径也会增加 同样的 骨质肥大的情况 也发生在棒球运动员的 惯用侧的公骨 能激活肌肉 产生多方向力的运动 对骨的大小和形状的强度更大 回顾不同运动中 运动员的骨密度研究证明 定期参与高强度的运动 如体操 排球 柔道 空手道 及弹跳类运动 骨密度高于平均水平 在运动中受到压力后 会影响整个个体骨的塑形 例如在跑步 骑自行车等重复 但强度较小的运动中 骨的塑形 与骨承受硬力的部位是一致的 但骨密度并没有变化 而像游泳这样的无强度的运动 对骨的形成和结构 没有积极的影响 总体来说 研究证据证明 有强度的运动 对于骨量的增加 是非常必要的 骨萎缩 骨骼肥大是对机械硬力增加的反应 而骨萎缩 是对机械硬力减小的反应 当由肌肉收缩 负重和冲击力产生 对骨骼施加的正常硬力降低时 骨通过重塑过程而萎缩 当骨萎缩发生时 骨中钙的含量减少 骨的重量和强度也下降 研究发现 窩床不起的患者 久坐不动的老年人及宇航员 由于机械硬力减少 而引起骨量减少的现象 骨的矿物质的流失 是一个潜在的严重问题 从生物力学的角度来看 随着骨量的减少 骨的强度和抗骨折的能力 也会降低 特别是骨小梁 对美国的太空飞行期间 钙流失的研究结果表明 尿钙的流失和离开地球 重力场的时间有关 观察到骨质流失模式 与卧床休息期间 肌肉的患者的骨质流失模式 非常的相似 腰椎和下肢负重的骨质流失 比骨壳其他部位的骨质流失更多 在太空生活的一个月里 宇航员的骨量减少了1%至3% 大约相当于绝症后 女性一年的骨量减少量 目前对于引力场之外的 骨质流失的机制及影响 还不是很清楚 有关研究证明 宇航员和实验动物 在太空飞行期间 钙的平衡呈负性 肠道对于钙的吸收下降 而排泄增加 然而 这是由骨的重速的增加或者减少 还是由于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不平衡 引起的还不清楚 在太空旅行中 除了人为创造重力 是否还有其他方法 也能有效地防止骨质流失 还有待观察 目前 宇航员在太空中飞行的锻炼计划 是通过增加肌肉力量 对骨壳施加的机械硬力 和硬变 来防止骨质流失的 最近有关研究表明 抗促运动机和全身振动 可能是防止太空飞行中 肌肉萎缩和骨质流失的 有效措施 研究人员假设 低阵幅 高频率的振动 会刺激肌肉仿垂波 和α运动神经元 它们会引发肌肉收缩 已经得到证实 几个月的全身振动 干扰治疗可增加股沉积 减少股吸收 提高股密度 特别是股骨和颈骨的 股密度得到了改善 由于关节支撑于 其上方的体重 在阻力运动和振动过程中 骨骼腹中大小 因关节而异 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常见于 大多数老年人 女性发病较早 随着人口平均年龄的增加 骨质疏松也越来越常见 这种情况开始于骨量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 破骨细胞的活性 比成骨细胞的活性更强 导致骨量减少 但不存在骨折 如果不进行干预 这种情况通常会发展为 骨质疏松 骨量和骨的强度 都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 日常活动可能会导致 骨痛和骨折 绝经和年龄 与骨质疏松的相关性 骨质疏松的患者 都为绝经后的女性 即老年女性 老年男性也易患 超过半数的女性 和约三分之一的男性骨折 与骨质疏松有关 骨质疏松曾经被认为 是女性健康的主要问题 随着人口年龄的增长 骨质疏松也成为 男性健康的主要问题 随着世界人口的老龄化 骨质疏松不再局限于 任何的性别、种族和体型 约50%的50岁以上的女性 患有异性骨质疏松 或者绝经后发生的骨质疏松 第一次骨质疏松引起的骨折 往往发生在绝经后15年 最常见的骨折部位 是骨骨远端 椎骨和绕骨远端 相对于女性来说 男性直到晚年 才会受到骨质疏松的影响 这样的差异 是由于男性在成年早期 达到了比女性更高的骨量和强度 还有部分原因 是女性骨小梁的断裂风险 高于男性 骨质疏松好发于 绕骨、持骨、骨骨镜、脊柱 骨质疏松最常见的症状 是椎体骨小梁弱化 骨折引起的背痛 腰椎压缩性骨折 是由于日常活动中 负重所产生的压缩载荷 而引起的 常常引起身体高度的降低 由于大多数体重 位于脊柱前方 由此产生的骨折 往往是椎体呈 蝎形 加重胸椎后突 这种质残肌形 被称为老者驼风 椎体压缩性骨折 是非常痛苦的 影响人的身体功能和心理 当脊柱高度降低时 胸强压迫骨折会增加额外的不适 随着男性骨骼的老化 增加的椎体直径有助于减轻负重的压力 因此 虽然骨质疏松可能发生改变 但椎体的结构强度并没有发生变化 为什么女性没有发生相同的代常变化 不得而知 女运动员三连针 渴望在竞技运动中取得好成绩 导致一些年轻的女运动员不断破球 低体重 这会导致女运动员三连针 一 能量低 是指能量不足 无法满足训练和正常生理功能的需求 并且可能发生近视紊乱 二 月经功能障碍是最坏的情况 包括必经或者没有月经 三 骨密度低 女运动员如果有以上三种情况中的一种以上 就被认为是有风险的 因为能量低和必经没有月经 都会导致骨密度降低 从而增加骨折的风险 能量低已经被证明是该综合症的根本原因 这种情况通常被忽视 但三连针可能导致不可逆的骨质流失 甚至死亡等不良后果 因此朋友 父亲 教练和牺牲 需要对这些现象和症状保持警惕 不足为奇的是 年轻的必经女运动员 硬力性骨折发生的概率较高 骨折的发生与月经出巢的晚发 有更多的相关性 骨质流失是不可逆的 骨质疏松导致的脊椎 斜撞骨折可能会影响生活中的姿势 最近的一项对参加16种不同运动的 797名大学生一年级女运动员的研究发现 29%的运动员有中等 患硬力性骨折的风险 其中 体操56.3% 曲棍球50% 月夜赛48.9% 游泳和跳水42.9% 帆船33%和排球33%的风险人数最多 骨质疏松和骨质流失的预防和治疗 早期发现骨密度降低是有益的 因为一旦开始发生骨质破裂 骨小量的结构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失 虽然合适的饮食习惯 适当的激素水平和锻炼 可以在任何阶段增加骨量 但研究表明 预防骨质疏松比治疗骨质疏松更加容易 预防和延缓骨质疏松 发病最重要的措施 是优化在儿童时期和青春期骨量的峰值 研究人员推测 负重运动在青春期前尤为重要 因为体内的生长激素水平高 可以与运动进行协同作用 从而增加骨密度 与成骨冲击力有关的活动 如跳跃 已经被证实在增加儿童骨量方面 非常有效 负重运动对于保持人类和动物骨骼的完整性 是必要的 最重要的是研究证明 定期进行负重运动 如散步 即使对于骨质出松患者来说 也能够增强骨骼的健康和力量 由于冲击力产生的载荷 对于成骨的作用特别大 所以为了维持骨量 也推荐原地跳跃 每周进行三到五次 每次跳跃五到十组 跳跃间隙有十到十五秒的休息间隔时间 也许能够增强骨内的液体流动 和对骨细胞的相关刺激 使机械负荷对于骨的构建影响增加一倍 其他生活方式也同样影响骨矿化 以致的引起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 包括缺乏运动 体重减轻或者过瘦 吸烟 雌激素 钙和维生素地缺乏 过度消耗蛋白质和摄入咖啡因 对骨骼的详细研究越来越证明 在预防骨折方面 骨结构的细微差别 可能比骨密度更加重要 简单来说 骨骼质量在某些方面 可能比骨骼的数量更加重要 然而影响骨小粮内外结构的机制 目前还不清楚 在对骨质疏松有更多的了解之前 需要鼓励年轻女性 通过定期参加体育活动 避免不良的生活方式 影响骨骼健康 最大限度的增加骨量的峰值 并尽量减少其流失 常见的骨损伤 因为骨骼具有重要的机械功能 骨骼的健康 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骨骼的健康 可因损伤或者病变而受到影响 骨骼的生物力学 骨骼是骨的连续性被破坏 当骨的负荷超过其强度时 就会发生骨骼 强度取决于骨的大小 形状和密度 骨骼的性质 取决于机械力的方向 大小 频率和持续时间 即骨骼时 骨骼的健康程度和成熟程度 骨骼分为单纯性骨骼 骨骼的断端 仍然包裹在周围的软组之内 和复合性骨骼 骨骼的一端或者两端 突出于表面皮肤 当机械力加载的频率过快 断端更容易粉碎 丝脱性骨骼是由 拉伸载荷引起的骨骼 在拉伸载荷的作用下 肌腱或者韧带 将一小块骨从骨上拉下来 如爆发性的投尸运动 或者跳跃运动 可以导致肱骨内上磕 或者根骨丝脱性骨骼 过度的弯曲或扭转力 会导致长骨的螺旋骨骼 相反方向的力 同时作用在一个结构上的 不同点上如长骨会产生 弯曲力矩 这种扭转引起骨的弯曲 最终导致骨的断裂 当足球运动员的脚固定在地面上 铲球的运动员在腿上的不同位置 向相反方向施加力时 会产生弯曲扭矩 发生弯曲时 结构的一侧受拉 另一侧受压 如同第三章所述 由于骨骼在抵抗压力方面 比抵抗拉力方面更强 在这种情况下 一侧受拉力的骨 首先发生骨折 因此 施加在长轴对正结构上的弯曲扭矩 如长骨 会引起结构的扭转 扭转在整个过程中产生减切力 如第三章所述 当滑雪者在滑雪下降的过程中 身体相对滑雪须发生扭转 这样的扭转力 会造成静骨的螺旋骨折 减切力和张力的组合作用 会导致骨沿着纵轴方向被破坏 由于骨的抗压能力 大于抗拉力 抗减切力的强度 因此 急性压缩性骨折比较少见 不考虑骨质疏松 然而 在组合力的作用下 扭转力引起的裂缝 也可能受到压缩力的影响 相差骨折 使着骨折的两端被挤压在一起 骨折导致骨碎片 进入下层组织 成为凹陷 由于儿童骨骼 胶原蛋白的含量比成人高 因此 儿童骨骼在正常的负重状态下 更加柔软 不容易骨折 因此 轻质骨折或者不完全骨折 在儿童中更为常劲 轻质骨折是由弯曲或扭转引起的 不完全断力 硬力性骨折 又称为疲劳骨折 是由低强度的反复受力引起的 任何骨骼载荷的大小或频率的增加 都会引起硬力反应 造成危损伤 骨通过重塑对危损伤 做出反应 首先 破骨细胞重新吸收 受损组织 然后 成骨细胞在该位置沉积心骨 损伤完全修复前 再次发生危损伤 可以进展为硬力性骨折 硬力性骨折 一开始是皮质骨外层连续性的微小破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恶化 最终导致完全皮质骨折 跑步者特别容易发生硬力性骨折 约50%的骨折发生于颈骨 20%的骨折发生于褶骨 骨骨颈骨折和持骨骨折也有相关报道 训练的持续时间或强度增加 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骨的重塑 是骨折发生的主要原因 其他导致骨折的原因 包括肌肉疲劳 或者跑步的地面 或者跑步方向突然发生变化 骨垢损伤 约10%的儿童或青少年 急性骨骼损伤 涉及骨垢 骨垢损伤包括垢板 关节软骨和骨秃的损伤 骨秃是基建附着在骨伤的部分 骨的形状受这些部位 受到的拉伸载荷的影响 根据硬力的类型而定 长骨的骨垢称为压力骨垢 骨秃称为牵拉骨垢 急性或者重复的载荷 都可能损伤生长板 导致骨垢端过早的闭合 骨垢生长停止 另一种垢损伤 骨软骨病 包括骨垢的血液供应中断 伴随组织坏死或潜在的骨垢变形 这时生长异常 外伤或者对还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 骨垢过度使用造成的损伤 其确切原因尚不清楚 但可能是重复性损伤 血管异常 激素失衡或者遗传因素 骨垢炎是一种软骨病 往往与思突性创伤有关 骨垢炎好发于 根骨或者病韧带 在颈骨粗笼的附着部位 其病变为塞浮病 根骨屈血性坏死 和颈骨粗笼软骨炎 小结 骨是一种重要的动态的活性组织 它的机械功能是支持和保护身体的其他组织 并作为系统的刚性杠杆 可以由附着的肌肉操纵 骨的强度和抗骨折能力 取出于其组成部分和组织结构 矿物质有助于构建骨骼的硬度和抗压强度 胶原蛋白提供了柔韧性和抗拉强度 皮质骨比小两骨更硬且更致密 而小两骨有较强的减震能力 骨是活性极强的组织 它不断按照沃尔夫定律进行塑形和重塑 尽管骨骼的强度在青春期生产板闭合时 才会停止增长 但通过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作用 骨骼的密度会不断地发生变化 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骨骼的大小和形状 骨质疏松是一种以骨量和强度损失为特点的疾病 在老年人中极为普遍 对女性的影响较早 对男性的影响更为严重 在年轻饮食失调 毕竟的女运动员中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 令人担忧 骨质疏松的病因尚不清楚 但通常可以通过激素治疗 避免不良生活方式和规律锻炼来改善这种状况